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 我是鄭仲彩 遲至今早大約7時時 各區的氣溫是介乎14至21度之間 天氣也有些涼 大家要考慮加一件外套 而至於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 在廣東沿岸地區其實有一些中雲覆蓋 不過這些中雲已經有所冬移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更多的陽光 在維港看出去的攝影機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中雲在我們上空 不過整體來說 我們仍然在雲與雲之間的那區 看到不少的陽光 如果接下來的天氣方面 可以看看電腦的預報 在接下來的一兩天 我們仍然受著東北季澳風的影響 所以廣東沿岸地區來說 仍然是普遍晴朗 以及日夜溫差較為大 而至於東北季澳風 要去到下週初才會有所緩和 到時在日間來說 天氣就會變得比較溫暖 在這裡提提大家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是現正生效 所以大家要小心火腫 以及注意保濕 而至於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就會大致天晴和非常乾燥 今晚部分時間會多穩 氣溫方面會上升到最高的接近25度 而風方面會吹和喚的北至東北風 離岸風勢是間中清靜的 而展望方面在未來的週末期間 仍然是大致天晴和乾燥的天氣 日夜溫差會較為大 去到下週初 東北季澳風緩和之後 日間就會變得溫暖一些 這次的天氣我們就看到這裡 再見 再見